吃西瓜是生血糖还是降血糖 糖尿病患者能不能吃西瓜 王先生今年51岁了 三年前的夏天 他发觉自己最近经常口渴 乏力 每天都需要补充非常多的水分 一天大概要喝3000毫升矿泉水 刚开始他只以为是天气过于炎热的原因 没把它当回事儿 但在两个月后 他的体重下降了10斤左右 这引起了他和他的家人的注意 赶紧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依据其随机空腹血糖 确诊王先生为糖尿病 自那以后 王先生为了维持血糖的正常水平 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非常注重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饮食 这三年来 王先生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 然而最近却因为吃了半个西瓜 毛先生的血糖出现了明显的波动 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 王先生的妻子在超市选购了一颗重达10公斤的冰镇西瓜 并将其带回家中 王先生听说西瓜的含糖量其实相对较低 而且营养丰富可以消除 糖尿病患者是可以食用的 不过由于王先生为了控制血糖 平日里吃水果少 他就想把西瓜作为一种保健食品来吃 以此来补充自己身体缺乏的维生素 就是这样 他在用餐后的短暂时间内就吃了大半个的西瓜 王先生的妻子担心他因为吃过多的西瓜影响血糖稳定 于是催促他测量一下他的血糖 果然王先生的血糖出现了明显的升高 达到了11毫摩尔每升 王先生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于是王先生拨通了医生的电话 向其请教相关问题 医生经过仔细的询问 发现王先生在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西瓜 探断这是他出现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 因此建议王先生今晚增加半片降血糖药的用量 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在睡前 王先生进行了再次血糖测量 结果表明其血糖水平已经恢复到了正常范围 在我们的生活中 西瓜作为一种常见的水果 因其甜美的口感和丰富的水分而备受夏日青睐 很多人都喜欢吃西瓜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更偏爱这种口味 然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是否能吃西瓜是一个让他们纠结的问题 吃西瓜会生血糖还是降血糖 糖尿病患者能否享受这个夏日的美味 下面我们将一探究竟 吃西瓜是生血糖还是降血糖 很多糖尿病并有判断一类食物能否使用时 仅仅根据血糖生成指数 但其实判断食物对血糖的影响 除了看血糖生成指数 还要看血糖负荷 血糖负荷的计算 需要对实际提供的食物或总体膳食模式的血糖效应 进行定量测定 因此血糖负荷比血糖生成指数 更能全面评价食物引起血糖升高的能力 当血糖负荷小于或等于10时 为低血糖负荷 提示食用相应重量的食物 对血糖的影响不大 虽然西瓜的血糖生成指数高达72 是高血糖生成指数值食物 但是西瓜的血糖负荷约为5 这意味着西瓜对血糖的影响很小 这主要是由于西瓜的糖分实际上主要是果糖 而非葡萄糖 果糖的吸收路径不同于葡萄糖 它主要通过肝脏进行代谢 而非直接进入血液 因此 人们对于吃西瓜对血糖的影响 其实存在一些误解 在适量摄入的情况下 吃西瓜并不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 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西瓜对血糖大幅度的变化的前提 是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适量使用 虽然西瓜所含的糖分含量在4%到7%之间 然而 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 或组织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不足 导致血糖无法进入细胞进行代谢 因此 大量食用西瓜依然会引起血糖水平的上升 正常的人群肌体内胰岛素分泌及时 可以维持血糖和尿糖在正常水平 从而维持正常的生理状态 但是糖尿病患者维持血糖稳定的功能障碍 在短时间内过度食用西瓜 不仅会导致血糖水平升高 而且病情严重时还可能引发代谢紊乱 导致酸中毒甚至危及生命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饮食是一个需要精细调控的过程 在制定饮食计划时 他们需要综合考虑食物的热量 糖分 脂肪含量以及食物的升糖指数血糖负荷 同时他们还需要注意食物的摄入方式和时间 以避免血糖大幅波动 就西瓜所含的营养成分而言 它富含多种维生素 其果汁中骨氨酸 精氨酸、果糖、苹果酸的含量极为丰富 同时其含水量高达96.6% 是一种富含营养、美味可口的食品 但是是否因为西瓜可能对血糖 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糖尿病患者应该避免食用西瓜 糖尿病患者能不能吃西瓜 当然可以 西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 可以为人体提供所需的多种营养素 而且西瓜所含的三种糖分 包括葡萄糖、果糖和蔗糖 其中果糖在代谢过程中 无需依赖胰岛素的参与 相较于其他水果而言 如离子12% 香蕉20% 西瓜的糖分含量实则属于较少的品种 仅为4%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是有利的 但是糖尿病患者吃西瓜 需要尤其注意以下几点 西瓜的食用量需注意 西瓜实在美味又解渴 但一天的摄入量应控制在带皮一斤内 摄入量应与主食等热量交换 如禁食一斤西瓜 应减去主食约半两大米 这样可保持总热量不变 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使用量 不可过多 否则轻则出现血糖升高 重则同症酸中毒昏迷 正如前文提到的王先生 只因为贪嘴多吃了两块西瓜 不得不加大降糖尿的药量就是得不偿失了 西瓜的食用时间需谨慎 不宜在进餐后即刻食用 而应在两餐之间或睡前享用 比如上午10点和下午4点 如此一来 既可避免血糖过高 又可避免在下一餐前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还应避免在餐后过多进食西瓜 像王先生一样在餐后立即进食 可能导致血糖水平在餐后出现升高的情况 建议在进食后的两小时内进行血糖检测 以试探其对血糖的影响 如果血糖升高 就需要减少食用量 当西瓜的摄入量减少后 若血糖水平仍处于高位 则有必要适度降低主食量 血糖水平保持稳定之后再吃 糖尿病患者在食用西瓜之前 务必了解自身血糖水平 只有在血糖得到有效控制且病情趋于稳定时 方可考虑食用 一般认为如果血糖控制在八毫摩尔每升之下 可以适量食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血糖水平降低的时候吃更为安全 因为此时人体血液中葡萄糖含量最低 如果忽视饮食搭配或进餐略多也不会使血糖大幅度增高 人体内的血糖水平在上午达到峰值 而在下午三点到四点期间则呈现下降趋势 因此可以适量食用西瓜 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 糖尿病患者在享受阳光海滩和冰镇冷饮的同时 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夏季的高温脱水以及冰冷的食品和饮料 都可能成为糖尿病患者的隐形杀手 因此在夏季除正确的食用西瓜消暑外 糖尿病患者还需了解如何在夏季保护自己 糖尿病患者如何血糖平稳的度过夏天 饮食规律 糖尿病患者要遵循科学的饮食计划 合理安排餐食 建议选择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如蔬菜水果 全骨类等同时 注意保持水分补充 避免因高温导致的脱水 此外还需控制饮食的摄入量 避免因过量进食而引起血糖波动 谨防中暑 糖尿病患者由于自身代谢的特殊性更容易出现中暑现象 包括头晕头痛 心悸 大寒 抽筋等 在高温天气中 糖尿病患者应尽量避免在日照强烈的时候外出活动 如果必须外出 应做好防晒工作 如携带遮阳伞 佩戴太阳帽 穿透气性好的衣物等 补充水分 糖尿病患者需要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入 以防止脱水引起的血糖波动 建议每日饮水量平均为二升 分布在全天各个时段 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 同时 注意饮水的温度 避免过冷或过热刺激胃部 皮肤护理 糖尿病患者要特别关注皮肤健康 在夏季高温时段 应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以免引发晒伤和皮肤感染 同时 要保持皮肤清洁卫生 避免蚊虫叮咬定期进行皮肤护理 使用温和的洗涤用品 避免使用激素类药膏 以免引起皮肤过敏和炎症 规律用药 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 按时按量服用降糖药物 切勿自行停药或更改药物剂量 以免引起血糖波动 同时在夏季高血糖的多发时段 如户外活动 高温天气等 要根据情况 及时调整药物用量 确保血糖稳定 适量运动 虽然夏季的高温 可能使糖尿病患者感到疲惫 但适量的运动 可以帮助消耗热量 降低血糖水平 仍然有益于身体健康 但要注意运动方式和时间的选择 尽可能将运动场所定位于室内环境 以确保最佳的运动体验 如果没有合适的室内运动场所 建议在早晨或傍晚时段 进行适度的户外运动 如散步 太极拳等 同时运动强度和频率应根据个人体制进行调整 避免因过度运动而加重身体负担 适量食用西瓜对血糖影响不大 但如果在饭后短时间内大量进食 可能会因此血糖升高 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食用西瓜并非禁忌 只要注意适量和控制血糖波动 它们可以享受到西瓜带来的美味和养养价值 下级对于糖尿病患者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季节 然而 只要糖尿病患者积极采取其他健康生活方式 来维护自己的健康状况 就能够在这个炎炎夏日中安然度过